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时装周一身造型超一十万,造型却被爆抄袭,更多细节被扒 这个9月,迪丽热巴有点忙碌 先是参加花勺舞,和一群姐姐一起去沙特录制综艺 在40度的高温里跑来跑去,十分辛苦 且看粉丝晒出的路透,迪丽热巴要么在沙漠中凹造型,要么在赶行城的路上 秦岚戴着大草帽,长袖长裙将自己遮得炎炎湿湿,迪丽热巴却露手露腿 没有任何防晒错失,甚至还大方展示自己的内巴的走路姿势 即便如此,迪丽热巴的路透还是源源不断地被试出 这张荷花少五成员夜间嬉戏的侧面图,更让人看到一种岁月静好的模样 只是迪丽热巴IP还在沙特,人却已经奔赴到巴黎时装周 9月24日,粉丝追溯迪丽热巴到巴黎,是出了迪丽热巴巴黎时装周的第一组路透 网友晒出迪丽热巴巴黎时装周的路透 感慨,热巴最新造型好鲜,高湖也挡不住的美貌 路透中,迪丽热巴在逆光处凹着造型,她穿着白色脱地长裙 长发随意散落在肩头 虽然看不清脸,但这身造型以及光韵却氛围感十足,大美女的气息扑面而来 网友很快扒出迪丽热巴这身造型,裙子是迪奥2014年早春系列 超级款足以看出品牌方对迪丽热巴的宠爱 而它的包包则是迪奥价值58000多的灵格系列,同样十分经典 与此同时,工作室也晒出了迪丽热巴征战巴黎时装周的一组精修图 图片中,迪丽热巴化身为粉红芭比,穿着粉色套装,烫着金发喝下午茶 对于迪丽热巴这个造型,粉丝自恃赞不绝口,批出很多海报为热巴应援,评论区也是清一色的褒奖 粉丝感慨迪丽热巴的造型好似芭比,十分贵气,喊话工作室多发物料,根本不嫌多 迪丽热巴这身造型也被网友扒出,包包三万多,套装五万多,鞋子接近一万,一身形头轻松超一十万,可谓豪气满满 只是有褒奖自然有争议,有网友爆迪丽热巴这个造型是抄袭一位美女明星 有网友晒出迪丽热巴和某冰的对比图,质问迪丽热巴是否在模仿 仔细看两人的发型除了颜色不同,造型确实很是相似 而且两人都是名艳类的明星,也都有红毯女王的称号 在某冰陨落后,迪丽热巴成功接棒其红毯女王的称号,风头一时无两 只是迪丽热巴这个造型一出,网友便嘲讽其抄袭 有网友朝大迪丽热巴长相男性化,表示某冰一直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这个发型十分常见,并不是某冰专属,若要论最初出圈的,当属玛丽热梦露 说迪丽热巴抄袭,实在是太牵强 还有网友巴出,迪丽热巴早年就曾挑战过短卷发造型,同样十分惊艳 迪丽热巴大红前曾挑战过一组新娘写真,也是短短的卷发配上明艳的造型,同样十分惊艳 只能说美人都是相似的,但这一次一个是古典旗袍风,一个是欧美芭比粉,两者各有千秋,美的各有不同,拒绝拉彩,希望迪丽热巴巴黎时装周知征途一切顺畅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